大家好,我是北京北京记忆 今天我们继续说老藏 听听他自己讲 怎么创作的新的祈祷 这段时光 那个我祈祷 哪没有痛苦的爱 我在1984年 写了第一首歌 这首歌伴随我 十几年的日日夜夜 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有很多不太好的回忆 但是我想音乐对于我来说 对于你们是永远的 这首歌呢叫新的祈祷 先给各位 八三年 差不多 差不多 二队不倒崩 实际上存在了也没有多长时间 从开始有到没有 可能也就一年半载 没有什么演出 唯一第一的一次演出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还在民航大楼 没有哪里盆没一个活动 那是我们第一次演出 那是我们乐队 《舞蹈风乐队》和《七月板乐队》 第一次演出 还演完 后来这个乐队就解散了 有自己创作的 但大部分都是那种靠北的 靠北很多 比如西方的 包括有日本的 反正这个东西有人那么说过 但因为那个时候的信息 它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比如说可能只有电台 所以说也不知道 应该是吧 反正就是说后来都这么说 按年份来说 第一支比较像样的 但在那之前还有过 还有很多乐队 但是没有那么多 就是说因为这队里 好几个人都现在都还比较有名 所以可能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 可能就算作第一支了 解散原因当时是八几年 八四年的时候 好像是反对精神污染 当时就是说给我们投资的公司 也觉得说养这么一帮人 天天在那乱造 没什么用 然后就解散 解散就把给我们投资买的设备 就卖给当时顾建芬 顾建芬老师 他有一个生业训练中心 当时从这个乐队里边 他挑了三人 一个是集他一辈子 一个我 我是键盘 等于我们就走上了 半砖线道 去了中央歌舞团 顾建芬生业训练中心 那是八几年的事 我祈祷 留下孤独的我 送向天 送向孩子 我祈祷 带上无缘的人 从此失去 失礼的危险 新的西岛就在那时候做的 因为大家挺伤感的 因为我们是等于是 那时候我记得买这些设备 是就进口的影响 灯光设备第一次进入中国 是在军事博物馆那儿办一个展览 所以那公司当时花了六万块钱 几万块钱 买一大堆 那时候我们就租在那个 这公司跟我们租在哪排练呢 就是我们的人艺小剧场 那时候我去远艺 在那个毛井的大街上 三楼小剧场 给我们天天吃饭也在那儿 八二十工作日 那时候我在北京购物团工作 对 那个时候两边的单位吧 都是八二十工作日 我在北京购物团 那时候快给我转账了 反正是变成一个专业的文艺工作 那时候弹钢琴伴奏 细乐的声乐的 但是他招我近期的时候也声乐伴奏 后来成立这个布团工艺队以后 还选择了就是喜欢这边 觉得特别有意思 所以当年改变了一下 从那时候就开始就往这方面来了 但是后来好久不长 天天在那个仁义小吃场里吃饭 我说看了很多老艺术家 当时应该 他们也没到达了 当时可能有五多岁 但是当时对我们来说 我们那时候看他们 因为仁义这些老演员 我们都知道 所以老没乐了 他们吃糖嘛 我们也订饭 跟他们一块吃饭 什么唐贴佐 那时候都见过 还觉得挺好 当时那时候 刚刚北京市刚刚有模特这个行业 时装模特 那时候跟我们一块训练 我们是在舞台这训练 他们是在旁边的小厅 那时候我们就特抖 他们一来一上班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演套下来 就显霉自己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挺快乐的 所以说一旦公司说 当时公司也费得不少劲 当时公司也费得不少劲 专门请了人来训练我们 不是训练 来看着我们 每天就专门有一个经理似的 换了好几个经理 但后来有一个经理 后来去了美国了 现在还要联系 她每次回北京 我们都会聚一聚 是个女的 叫张丽丽 当时她刚是退伍的文艺兵 长得也挺漂亮 所以那时候的工作感觉挺有意思的 那时候都是坐公企车 就是还没什么出租车 出租车都是特别少的出租车 年轻人也坐不起 就坐公企车上班 大家反正比较快乐 但是比较快乐 但这好景不长 后来反对精神污染 公司觉得这些人可能没有什么必要存在 就把梁国伦 就把设备卖给了古老师 完了我们三个人就跟着古老师去工作 工作了一年多的时候 可能就又离开古老师 开始学作曲 当然在这前面有一个 那个时候一解散的时候 写《新的祈祷》那首歌 就很茫然 好不容易找了一个饭碗也好 没了 何去何从 就不知道怎么着了 因为当时也并不知道说古老师会 买这些东西会选上我们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排练 他说他爱了行波 他们是有去看待的 然后那是古展芬 后来就在那个时候写了《新的祈祷》 就完全是一种失落的 是对那种追求 对失业的一种失落感 后来《黄小茂》是通过老崔认识的 他还介绍的 但是他刚上学 可能还没毕业的时候 因为他有爱情 爱可能添词 后来请他来添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 他给添成了《新的祈祷》 后来变成了就是这样的一种 当时旋律是挺有感觉的 因为我们最习惯的是看图说话 看字你就明白了一切 那你要看词的话 可能不是那么回事 当然《新的祈祷》可能是旋律比较哀丸那种 节奏也比较缓慢 所以当时也就能写这样的歌 其他好东西都不会 很多人那种形式都没有去学 很多技术都没有去学 所以变成了一首歌 后来我还跟小茂还争论过这问题 我说你怎么写这么一词 他已经因为当然觉得有词 就感觉歌就唱上翅膀 就所以因为我不会写词那首 觉得写词太难了 所以就已经很高兴了